那下边咱们就来说说是怎么得上的 也给大家提个醒 好不好 好 我们把您这个可能诱发 这个脑洞外流的这个原因 杨医生也帮我们总结了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好吧 好 来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 有张图 大家来看看 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这 仪表盘 这是傅师傅开的那个车的仪表盘 这是我呢 开车多今年十年了 这是第三辆车 这辆车大概是在二十万左右的时候 我接的 也就说我从一四年接到现在 大概五年的时间吧 跑了这么接近四十多万 四十万嘛 咱就这样算一下 咱们这么算一下 五年四十万 我们来算个算数题 好吧 看看它一天大概跑多少 五年的话是四十万 跑掉放假过年 咱就按一年三百三百六十天 三百五十天吧 对 给您多放点价 按一年三百五十天算 一年也就歇个十几天吧 差不多 是吧 然后大概四十万公里 除以五年 除以三百五十天 这样算下来的话 平均大概二百多吧应该 不到三百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八 您看着这个公里数虽然说不多吧 已经挺过的 但是我是需要基本上一天十几个小时才跑这么多 因为城里开车啊 您知道吗 有可能就是十公里三四十分钟就需要 对 稍微一读点就是一个多小时 那这二百多公里不像是跑高速 说您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我可能这一天就要十三四个小时 那您这一天是 您跟我们讲讲 您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这普通出车这一天 这一天呀 我们基本上是早起六点多起床 七点多送我老婆到地铁站 七点半左右 我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然后呢我中午回家有时候吃点饭 睡一觉 一直工作到晚上一两点钟 你这一个班到晚上一两点 对呀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比较特征 就是打个比方说吧 突然杨主任或者某位客人约车 说夫叔明儿四点半送我去趟机场吧 哎呦活挺好 咱又挺熟 得答应人家呀 约着四点半 那我可能就要三点钟起床 做一些准备 然后再提前 必须提前到 因为还得要讲诚信 不能耽误乘客的飞机啊什么的 我可能还要提前到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很不稳定 毫无规律 我这个 那你在这个期间 也不是说这人 你想说是我从几点钟 就睡到几点 不可能 你可能中间你还休息不好 所以长年的这个日积月累下来吧 因为我干十年了嘛 十年 对 基本上就是这种转口 你看你说的时候 大姐这好心疼了都 特不容易啊 就是 平时看见 回家看见他什么样啊 看就挺累的感觉 有时候他要是 回去小睡一会儿的时候 我在那会儿我不上班 在家的时候 就是他说 几点几点叫我 然后我到点叫他的时候 他说 哎呦 我再睡十个钟 我再过十分钟 我再叫他 哎呦 我再睡一会儿 后来我就觉得不忍心 再叫他了 后来就让他 那就睡吧 索杨就睡吧 要没有急事就睡吧 你就 有的时候 真是一下就睡到第二天了 就感觉 特别辛苦 睡觉 因为这么多年 也是他支撑着这个家 压力很大是吗 压力很大 怎么说呀 今晚上有父母 有老婆 有孩子 还有亲人 我这也特别重点 这个 对于到我那个岁数 就是说 真的 人到中年 各种的生活压力 我呢 尤其是在08年 买了套房 说起 这个房子 我还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是经济适用 这样呢 在当年 我自己大概 08年就三万块钱 的存款 剩下的钱 三四十万 接近三十多万 都是借的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都是亲朋好友的帮助 所以我能做到的 只有加班加点地干 想尽快地 把我这些 欠亲朋好友的钱 给还上 真不容易 虽然说亲人们没有 我说是跟你要 但是咱必须要能力工作 对 所以说确实是 满幸福吧 所以 杨主任告诉我们说 这个疲劳啊 过度的劳累 可能是诱发 这个脑洞外流的原因 没错 每天工作 十三四个小时 这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他的生活也不规律 这样会造成 慢性的疲劳 这个脑子里的血管呢 它的厚度 是身体其他部位的 同口性的血管的 三分之二 它比较薄 而且这个脑组织的 这个流量呢 是比较大的 因为脑组织需要很多的供血 需要很多的养分 供血 在慢性疲劳的状况下呢 这个血流的冲击呢 就更加持续 更加强了 所以这个动脑瘤形成呢 它是跟 傅师傅这个慢性疲劳 是有关系的 你像我在安真医院出诊 同时呢 我也在天堂医院 还有一摊 还有一摊工作 所以我在这两家 医院的门诊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很多 像傅师傅这样的 平常就是为了家庭 打拼的 很拼命的那种 最后呢 它这个过度疲劳 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疾病 动脑瘤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过度的疲劳 我刚理解您的意思 过度的疲劳 会导致我们脑部的 这个供血 会持续的 冲击量 冲击 更大 对 而且是持久的 持续的 疲劳跟动脑瘤 跟高血压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您得 现在不敢这样了吧 现在还得这样 哎呦 你看看 大姐都心疼你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19年年初 1月25号 我母亲突然这个检查身体 怎么说 天塌下来一样 肺癌晚期 1月25号 马上就过年 我母亲这个跟大家一说 癌症晚期就是支出非常大 对 非常大 我这点收入 我刚把这个房子的事情 解决的差不多了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然后刚刚建好 突然我母亲又得了这么重的病 一下子这个压力又来了 所以我 能理解 不得不干 能理解 不得不干 不管怎么说啊大哥 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 是 是吧 另外来 咱们说说别的事吧 好 一个是过度疲劳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 确实不容易 另外呢 咱们来说说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这第二个原因 也有好多人 也容易犯这个毛病 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拿上来 给大家看看 来 有请 好神秘 我给大家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 还挺结实 看了吗 什么东西 哎呀喝 我在这都闻到这味了 闻到我直咽口水 辣椒 黄瓜 包括这个鬼的姜 您尝尝 这是我老婆腌的 你看他那个 你看他都快流口水了 你看 这特别好吃 哎呀 是好吃 但是太咸了 大家知道 我们要说什么吧 吃得太咸 这个我呢 平时啊 回家呀 中午自己做饭嘛 我就是蛋炒饭 省事 什么煮个面条 省事 煮个脚 省事 自己不太会弄菜 你看了吗 基本都是主食 没有菜 什么菜呢 方便 又可口的 就是我老婆腌 这个咸菜 我觉得是百搭 吃什么也都能来一点 那我问您个问题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 来了这些大姐 对健康的话题 都特别的在意 大家告诉她 这盐吃多了会怎么样 血管硬化 血管硬化 血压高 您血压怎么样 说起血压吧 我大概头四五年 偶尔的量了一回 结果我发现是 130 150 我的理解呢 一般都是80 120 但我这个压差特别近 所以我觉得是不太正常 后来我就 怎么说呀 就挺注意这事 然后又量了几次 结果确诊 我是高血压了 不过现在还好是 90 140左右吧 杨医生再跟我们 解读一下了 这个高钠的饮食 或者说高盐饮食 高血压和脑洞外流的关系 您看像傅师傅这种情况吧 他这个长期的 大量的吃一种腌制的食物 而且非常咸 他刚才在座的大哥大姐妹 都说了 跟高血压有关系 这是肯定的 对 这高血压 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血流冲击力过强 就容易形成动脑瘤 而且呢 这个腌制的食物 里有很多亚硝酸 亚硝氨和亚硝酸盐 这些物质也都不是好东西 它可能会对血管B造成损害 所以您刚才这种饮食习惯 跟您的高血压 还有动脑瘤的形成 它都是有关系 所以这个还是少吃点为好 好嘞 知道了 前边您说您疲劳 这行 咱管不了 这吃盐 咱们可以稍微的适当的减一 以后少吃点 少吃点 是吧 第三一个 下边这个您也得改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大屏幕上刚才其实已经出现了 大家可能都没留意 我们再来看一看 停 什么 对了 你看看你那个 我们这儿应该画一红圈 我把傅师傅这烟灰缸拿来 您这一下我看得有一百多根吧 差不多吧 您这多少天抽的 这是我一星期左右吧 一百 这里边差不多有一百来根 一百来根 反正我这一星期 怎么也得二百根左右吧 差不多抽一百来根 你平均一天一包 这个有时候会多 因为我在外边 还也会抽自己出去 这是只在家里边 就抽烟抽的 因为我工作平时是不喝酒 您不喝酒 对 因为我是职业司机 这个是绝对是要有操守的 不能喝酒 但是这个抽烟也 毕竟二十多年了 有这么一习惯了 他家里边抽烟您批评他吗 我说呀 但是他也不听 所以就管不了 那您这么些年也跟着他 二手烟一直抽 当然了 你看吧 背挺害怕的 对 您知道这个抽烟 对身体都会造成什么伤害呢 当然知道不好了 但是这个烟还真是挺难戒的 包括回家 因为我们家地人也小 你说家里边抽烟 这么说去让他们抽二手烟吧 我也尽量地控制 这正在逐步减少 来 那咱们现在听听杨主任来讲讲 这个抽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危害 一直咱们国家一直大力提倡戒业 就是因为抽烟呢 对这个人的身体死害很大 搞脑血管病呢 也发现他这个跟动脉硬化呀 跟动脉瘤都是有关系的 咱就今天就说动脉瘤吧 他真是这傅师傅 形成动脉瘤的一个大帮凶 因为呢抽烟里头 抽烟的时候 它有这个一氧化碳和尼古丁啊 这些有害的物质 它会对这个您的脑血管进行损害 它怎么损害 它缺氧 然后呢以后有产生一些变性 最后呢容易造成这个长期的慢性的损害 这动脉瘤 它对这动脉瘤形成 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诱因 我们在这个统计的过程当中 也发现这个是一个独立的诱发因素 很多患者来了以后 尤其是动脉硬化的 这个动脉瘤的 这些患者一问吧 都有抽烟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烟呢 还得慢慢地真把它量给降下来 对 再加上副师傅 这个还有高血压 抽烟也会导致高血压 对 所以你看是多种因素的这个 综合作用 综合 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大家也会再说 原因我们大概找到了 比如说刚才咱们说 过度的疲劳 长期的过度的疲劳 然后这种高纳的饮食 包括吸烟这种不好的行为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诱因 导致这一项破裂 这个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刚才其实傅师傅 跟您谈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诱因呢 已经说出来了 就是他家家老人生病了 而且病也比较重 他那段时间呢 可能非常焦虑 非常急躁 非常焦虑 我记得那个5月2号那天 他妹妹给他打个电话 说他母亲的病 是有什么变化 我当时就看他接电话的时候 他就在地上走来走去的 我就看他情绪就特别急了 然后我就觉得那天吧 他就发生变化了 就是这个动物破裂 我就跟那天有很大关系 那是5月2号 然后发病是5月7号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天一边打电话 一边情绪特别不好 急躁转转转 我就能看出来 这个情况下会导致 人体的一个应激状态 应激状态以后呢 它可能就形成这个内分泌的紊乱 血压的在原有的技术上更加升高 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这个血流的冲击啊 或者血管的损坏呢 可能就加倍了 最后导致了这个血管的 调节能力减弱了 渗出以后呢 刚开始渗出的液体 逐渐渗出的血液 小量的渗血 大量的渗血就是脑出血 就是傅师傅这种 非常严重的状态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傅师傅的生活当中 遭受的一些东西 导致他这种 在短期内出现的情绪的变化 对 这种情绪的变化 往往就是激动 有些人就是 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有些人呢 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在用力啊 情绪激动的时候 还有包括提众物的时候 它都会造成那个 脑子里的压力 血管的压力 高血压 或者是那个流速增加 最后导致 在一个动脑瘤基础上 突然破裂 这个老太太 这个病 生病以后 傅师傅是不是情绪 在家里特别不好 突然间这个 我母亲的一病啊 确实给我造成了这个 很大的心理负担 加上这个经济压力 从来没遇到过 你也想不到这种事 会找到你身上的 真是有句话叫 福不双治 活不单行 先是我母亲 又到我自己 真的 我觉得好像任何一个家庭 突然说 遇到像两个这么重病 都挺难承受的 这里边我特别感谢 我老婆在这一年来 尤其是这一年来 对这个家的付出 还有对我的关照 谢谢老婆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 你们越来越恨